我们继续看第三项 固定资产折旧的集体方法 就咱们前面说到过 折就是在说分期扣它的价值 而如果谈到分期 咱就得知道 它的分期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 如果分期到底是分多长的时间 而且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 什么时间截止计算 看一下第一个 直线法计算的折旧 主要于在税前扣除 什么叫做直线法 就是大家跨界上学到的年限平均法 在这个方法下算得折旧 它每个月每年都是一样的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说不考虑这个残值 即使基础是一千万 时间是十年 那么就意味着 每年扣它的价值扣多少 扣一百 意思是说 我当初得到这个资产 我是花了一千万 一千万是我的代价 我在算尽所得的时候 能在税前扣除 但是扣的方式并不是在 当年一次性减掉一千万 而是通过分期减一千万 怎么个分期呢 分十年扣这儿到一千万 那么就意味着 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扣多少的折旧 扣一百 在第二年的时候呢 我再扣一百 一直到第十年的时候 我就把该资产的总价值 一千万的代价 都给减完了 所以这个叫做 直线法计算的折旧 折旧扣除 第二个 第二个是在说 就是我们在算折旧的时候 咱们说你得到一个资产 那我可能是在当年的月中得到的 我可能三月得到四月得到 我不同的月份得到一个资产 我当年算的这个折旧数字是不一样的 它会涉及到 我到底是从当月开始算折旧 还是从当次月算折旧 咱看下税法的规定 自固等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 如果说停用的固等资产 是停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 它是在说当月增加 次月开始算折旧 当月减少次月停止算折旧 谁的次月 不要说买的次月 应该叫做投入使用的次月 因为如果你是买了不用 那个叫做一般情况下 不能算折旧在水前护旧 咱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你这个二月份买 三月份用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般的机器设备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叫做用的次月起 你什么时候用的 二月买三月开始用 是三月的次月 从四月开始计算折旧 如果算到当年12月31号 当年计题几个月的折旧 这个地方的数字 大家记住怎么计算 是后减钱再加一 4到12一共到底是几个月 12这个数字减4再加一 这个结果就是9个月 所以说如果问的是 我们当年度能够的折旧 咋计算呀 用这个例子做延伸 100是年折旧额 除12就是月折旧额 再买当年算折旧的月份数 9个月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情况 好 另外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固定资产 叫做停止使用的话 怎么办呢 比如说你这个资产 你是二月份买的 三月份投入使用的 但是我在用到十月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了 那么它就意味着 你这个十月的折旧 到底算不算 我们说当月增加 四月算折旧 当月减少的 四月停止算折旧 它意味着 就算你是十月把它卖掉 这十月的折旧 还是要照算的 从十一月开始呢 这个折旧就不再计算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这个题目问的是 当年的折旧 怎么计算呀 它应该是从 四月算到十月 这一共是几个月 后减钱再加一 时间就是七个月 那么这就变成了乘以七 所以说 一定记住啊 当月增加 次月算折旧 是用的次月期 当月减少的 次月停止算折旧 它意味着 你停用当月的这个折旧 还是可以算的 从次月期 十一月期的折旧 就不能再往下计算了 好 另外是我们第三个 第三个是涉及到一个 残值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 通常情况下 最简单的例子是说 一千除十 但是我这个是没有考虑残值的 如果说考虑残值 那咱得减掉残值 而这个残值 它的规定是说 应该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 和它的使用情况 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 预计净残值 而且这儿的残值 一旦确定了 是不得变更的 这四个字快看清楚了 它叫做不得变更 它不是说不得随意变更 它俩是不一样的 不得变更是说 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不能变的 而不得随意变更是说 如果满足规定条件 是可以变更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 法务建筑物规定资产 在未提做折旧之前 进行改扩建的收入处理 这个是说 未提做折旧之前 发生改扩建了 那咱想想反向的 如果它叫做 以提做折旧的改建支出 怎么样 它属于长期贷摊费用 通过摊销在涉及扣除 但如果你这个资产的折旧 还没有提完 我又新发生改扩建支出 咋办呢 就是我们说 你这个资产 你本来是1000万的价值 我通过算折旧呢 已经扣了800万的价值 还剩下200万的折旧 没有扣完 但这个情况下 我对该资产呢 又发生改建支出了 又发生扩建支出了 那么这儿的改扩建支出 咋办呢 咱就区分一下 你的改扩建到底是多大的改扩建 有的叫做 完全的推导重支 而有的叫做呢 只是简单的提升功能增加面积 如果说你是完全的推导重支 那么这个叫做 该资产的原值多少 1000万 再减除折旧 折就是800 剩下的是净值200 这个200呢 你并入到重置之后的价值中 来合并算它的积极基础 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我们说怎么计算呀 时间也是一样的 用的次月期开始算折旧 那么时间呢 时间叫做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 一并来集体折旧 我们假设说 你重置之后的这个资产 它的成本是300 那么合计现在呢 我们就按照原来剩下的净值200 再加上重置之后的这个成本 300之和 按照规定时间 算它的折旧 在时间扩除 好 第二种叫做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提升功能 增加面积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叫做 你直接把它并入到 该固定资产的既值基础 什么意思呀 是说 你假设说 这个发生改建多少 呃 改建 发生改建支出300 那么你这300呢 就跟原来的那个资产的成本 1000相加 1000相加之后的1300 是你最终这个资产的总的成本 你这个1300 重新按照税法的规定 来算折旧 在时间扩除 什么时间开始计算 头 改扩建完工 用之后的次月 且开始计算 而且时间 是重新按照税法规定的 这个时间 来算折旧 所以这俩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 改扩建之前 它在算折旧的时候 还是按照原来的1000算的 只是说 如果说完工之后的话 是按照最终的价值 1300 来算它的折旧 算是前扩除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项 固等资产折旧的最低年限 这个地方的年限 咱叫做是最低折旧年限 它并不是说 一定就是20年 一定就是3年 就是10年 4年 5年 不是 它是说 最低是这么些年份数 你可以比它高 但是不能是比它低 好 这个地方是在说 就是我们说前面讲到的 价值是1000除10年 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是10年 什么东西是4年 这个地方叫做 固定资产折旧的 自己的年限 在这重点关注 客观体的考察点 第一种 房屋建筑物 是最高的20年 然后是最低的 电子设备13年 另外是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 讲的计 如果是飞火轮 飞机火车轮船 它的最低时间 是10年 10年时间 而剩下的运输工具 这个时间就是4年时间 再者呢 其他的 跟活动有关系的 器具工具家具 这个时间就是5年时间 所以我们在背的时候 哪些必须背呀 第一 最长的 房屋建筑物是20年 背下来 第二 最短的电子设备是3年 背下来 第三 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中的飞火轮 是10年时间 第四 剩下的运输工具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4年时间 其他的咱们就可以不背了 如果是考到选择题 你直接用在背的4个 去选择选项 也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项 折旧的企业所得事处理 这个是说到的税块差异 为什么 折旧它是分期 我们会计上会分期 但税法也是会分期的 但它们两个算折旧的时间 和这个方法不一定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算折旧时间不一样 算折旧方法不一样 就导致最终发生税块差异了 如果发生税块差异 怎么样 要去做那是一条种 怎么够税块差异呢 咱们这两个时间 可能 你会计时间是比较低的 税法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咋办呀 咱举个例子 说这个会计上 它是按照两年算折旧的 但税法说了 你这个东西呢 最低的按照五年算折旧 那咱看一下 如果价值是一千 按照快计算折旧一千除二 你当年扣的折旧是五百 但如果是按照税法 是价值一千扣税法的时间五 你当年扣的折旧是两百 它是不是意味着 你快计上减多了 应该能在税前扣折旧两百 但快计上减的折旧是五百 这个叫做快计上减多了 你把不该减的数字给减了 咋办 把它给加回来 所以这个方向叫做是调增 调增多少 差额部分 差额部分是多少 三百 对吧 而且 如果说你这个快计年限已经满了 两年都到了 但税法的这个时间五年还没有到 而且我们这个折旧呢 还没有扣完 按照这个税法规定还没有扣完 那么这个没有扣完的价值 它能够继续在剩余的时间算折旧 分期在税前扣除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情况 当快计时间短 税法时间长的时候是调增 为什么这么说呀 折就是一种支出 是一种代价 你快计上减的支出是五百 但税法上减的是两百 因此叫做快计上减多了 所以说是调增 那么如果反过来 我们快计上是五 而税法上是二 咋办呢 咱看一下啊 如果按照这个快计规定 一千除五 快计当年减的折就是多少 两百 但税法上 一千除二 它扣的是五百 那么有同学说了 这个就不用去做调整啊 这不是的啊 咱看一下 如果说快计时间是五年 税法时间是两年的话 它是按照快计时间计算扣除 所以它就意味着 你快计上减的折就两百 本来就是正确的 是税法认可的 因此这个叫做呢 不用去做纳税调整 所以我们的总结论叫做 哪个税交的多 咱们就挑哪个 哪个税交的多 在我们第一个情况下 你减的折就越低 你交的税就越多 所以说 你减两百 就意味着你的折就减的少 就意味着净索的多 那么就意味着交的税多 因此我们在第一个情况下 听的是税法的规定 但是我们在第二个情况下 你减哪个数字减的少 是减两百这个数字减的少 而且在这个数字情况下 就所得税高的 那么所得税就是高的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情况下 它是听会计的规定 所以大家看一下 在第一个情况下 听税法的规定 在第二个情况下 听会计的规定 还是觉得比较难记 怎么办呢 就记住 听那个能让我交税交的多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企业按照会计规定 所计题的固定资产 简直准备 不得在税前扣除 他说的是折就呢 仍按照税法 所确定的基础 来计算扣除 这个是说 就是我们在算 这个折就的时候 是拿它的这个价值 一千去除时间 这个一千叫做 固定资产的 计税基础 而计税基础是怎么 接算出来的 听税法的规定 它叫做 该资产的账面成本 减税法的折就 到这就结束了 它不能按照 你会计上的账面价值 算它的折就 会计怎么算它的账面价值 是该资产的成本 减 会计上的折就 再减呢 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那么意思是说 你会计上减这个减值准备了 税法让你减吗 不让 我们在这可以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资产 它的成本是一千 那么怎么算它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等于 它的资产成本一千 减掉跨界方法上 所算出来的折就 再减掉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对吧 这个叫做 它跨界上所算的账面价值 但什么叫做基础基础呢 它是说 该资产的账面成本一千 减掉税法时间 税法方法所算出来的 折就 到这就结束了 那么最终 我们再算它的价值 算折就的时候 是按照第二种情况 算它的折就 来在税前扣除 它意味着 你当初跨界上 你减的这个减值准备 税法让你减吗 我让 好 看一下第四个 企业按照税法规定 实行加速折就的 企业按照加速折就办法 所算的折就额 可以全额在所的税前扣除 这个是咱们后面会讲到的 税收的优惠政策 什么叫做加速折就呢 就是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我能让你按照一千去除十 分十年 每年扣一把 扣它的价值 但是呢 有的资产 它可能根本就用不到十年就包废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还让我按照十年算折就 就不公平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资产 我们叫做 能够去加速折就 什么样的资产能够加速折就 它叫做 坏的快和更新的快的资产 咱们是可以加速折就的 在那个情况下 就算这个时间比较的低 对吧 比较的低 比较的少 咱也是不做 去做这个调整的处理的 这个等到我们后面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好 另外是第五项 企业购买的文物艺术品 用于收藏 展示 保值增值的 应当作为投资资产来进行税务处理 而且我们这个文物 这个艺术品的资产 在持有的时间之内 它算的折就 算的摊销 是不得在涉嫌库处的 为什么 后面会讲到 投资资产的成本 在持有的时间之内 是不能算折就 在涉嫌库处 等到你转让或者处置该资产的时候 再来扣它的成本 为什么呀 因为 你还在持有时间之内的话 是不存在着收入的 如果没有收入 那么成本能在涉嫌库处吗 不能 咱们看一下 这个单项选择题 说六月的时候 这个企业 它从国内购入两台安全生产设备 并在当月投入使用 这个发票著名价款是800万 进一项税额104万 企业采用直线法 按照五年算折就 残值率是8% 而且这个8% 经过了受机关的认可 而税法规定该设备 直线法折就 但这个时间是10年 那么他问的是 当年度计算应该是索得额时 这个安全设备的折就费 应该调整的金额是多少 咱看一下啊 他是说 一个资产在算折就的时候 快递上减的数字 和税法减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他俩之间发生税块差异了 咋做处理呀 咱先看一下 这个资产按照会计规定 是怎么算折就的 是他的价款800 再减掉残值 800去乘 残值率8% 再除以 快捷上的时间 快捷时间是多久 5年时间 然后呢 我们再出12 换算成月折就额 再乘当年度的月分数 你这个题目 什么时间买的 6月买的 什么时间投入使用的 6月投入使用的 那么应该叫做 用的次月起 开始算折就 从7月开始算折就 一直算到12月 这个时间叫做 12减7再加1 时间就是6个月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当年度该资产 快捷上减的代价是这么多 咱看一下数字 数字是73.6 但是我们税法上哪个地方不一样 税法上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咱算一下 按照税法的规定应该是 价款800 再减掉残值800的8% 然后除以税法的时间10年 再除以12 换算成月折就额 再成当年的折就月分数6个月 这个时间是多少 时间是36.8 什么意思 一个资产在扣它的价值的时候 快捷上减的是73.6 但税法说了 我让你减的不是73.6 我让你减的是36.8 说明快捷上减多了 如果减多咋办 把不该减的给加回来 因此方向叫做 纳税调整增加 加多少 加它俩的差额 这个差额也是36.8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是选择C选项 对吧 好 另外这个题目 咱们再梳理一下啊 是说一个资产 总价值是800 残值是8% 会计时间5年 税法时间10年 产生税快差异了 这个折就 会计减的是73.6 但税法上减的是36.8 发生税快差异了 要做调增 调增多少 36.8 我们继续看第二类资产 生物资产 什么叫做生物资产 它是指 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 具体包括 消耗性的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和供应性的生物资产 在我们这个 税法的教材中 咱们是在说哪种资产 咱们都是在说 生产性的生物资产 而其他的 消耗性的 供应性的 咱们都活在此里 好 那么什么叫做 生产性生物资产呀 它是指 为了产充农产品 提供老物 或者出租而持有的 生物资产 具体包括什么 经济磷 新碳磷 产处 衣处 它们四个都叫做 生产性的生物资产 首先第一步 当得到一个生物资产了 要干嘛 要算它的价值 这个算价值的过程 就叫做算它的 计算基础 那大家想一想 怎么样算它的价值 是不是叫做 你实际花的钱 和你应花 但是未花的钱 就是它的价值 就是它的计算基础 咱就区分成 你到底是 有偿方式得到的 还是叫做 无偿方式得到的 如果说 有偿方式得到的 你实际花的钱 就是它的价值 就是它辞出的 计算基础 那么如果说 你说外购的话 什么是它的代价 购买价款 和相关税费 有其他支出吗 没有 这个地方的生物资产 它不存在说 我得到这个东西了 我为了让它能够用 我再花上其他支出 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不存在着其他支出 另外一个方式 叫做无偿方式 它是说 别人送给我的 别人投资给我的 通过交换方式得到的 通过这样重组方式得到的 这个叫做无偿方式 如果是无偿方式得到 找什么 找它的公允价值 和相关税费 什么是公允价值 如果这个东西 它不送给你 你要买的话 得花多少钱 是不是叫做 抗干资产的公允价值 另外 说我们这个 生物资产 它算折旧的方法 方法都是在说 直线法 如果按照直线法算的 折旧 折运才是 扣除 并且它也叫做 当月增加 次月算折旧 当月减少的 次月停止 算折旧 那么最低折旧时间呢 林木类的生物资产 时间是十年 畜类的生物资产 时间就是三年时间 好 咱看一下这个单选题 说这个某农场 外购奶牛 外购奶牛支付价款20万 根据所得税规定 税前扩除方法是 奶牛是不是叫做 畜类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它的这个时间 我们是不是叫做 按照直线法 以不低于三年的时间 计算折旧 再税前扩除 因为奶牛叫做 生产性生物资产 它应该通过分歧方式 再税前扩除 所以说不会是一次性 才税前扩除 再者 它分多长时间扩除 林木类的是十年 畜类的是三年 它不存在说 根据它的寿命 再税前扩除 必不对 另外 林木类的是十年 而畜类的才是三年 奶牛叫做畜类的生物资产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是选择C选项 我们继续看第三种资产 无形资产 这就会谈到 什么叫做无形资产 如果得到无形资产了 怎么算它的价值 再者 无形资产的价值 是一个代价 能在涉前扩除 但是什么样的无形资产 不能算摊销 在涉前扩除 而如果能算摊销 在涉前扩除 它有什么样的摊销方法 以及最低这个摊销时间 是多久的问题 好 首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无形资产 它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土地使用权 非专利技术 以及商务 这提醒下 商务在会计上 并不是无形资产 但税法上 它属于无形资产 再者 我们在前面讲到过 如果是单独估价 当作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不能算折旧 在涉前扩除 而这个地方是说 土地使用权 它属于无形资产 能按照规定算摊销 在涉前扩除 那么首先 你得到一个无形资产了 算它的基础基础 怎么计算的 也是根据 不同的取得方式 来确定不同的基础基础 它分成 你到底是有偿方式得到的 还是叫做无偿方式得到的 如果说 有偿方式得到的 可能直接外购 也可能叫做自行开发 如果是外购的话 购买价款 加相关税费 再加其他支出 就是你的真正代价 就是你的价值 就是该资产的基础 第二种 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就好像固定资产中 自行建造 那么自己开发 也得花钱 花哪些钱 花 在开发的过程中 满足资本化条件之后 至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所发生的支出 为它的基础基础 那么还是在说 你所花的代价 就是该资产的基础基础 第三种 一样的 别人送给我的 接受投资的 交换得到的 债务重组方式得到的 这个叫做无偿方式取得 无偿方式取得 找它的公寓价值 和相关税费 为什么是 加这个相关税费呀 因为就算是 无偿方式得到的 它在送给我的过程中 我得支付相关的税费呀 再者 就是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东西它不送 它是卖的话 我得花多少钱 取决自该资产的 公寓价值 所以这个叫做 公寓价值 加相关税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无形资产 不得算摊销 在涉钱扣除 哪些资产不能算摊销 在涉钱扣除 第一种叫做 自行开发的支出 以再计算所得时扣除过的 无形资产 它实在说 你这个支出 不能去重复扣二道 如果你都扣过了 那么现在 不能算摊销扣它的支出 另外是第二个 自创商运 这注意了啊 商运可能顺利自创的 还可能是挖购的 如果自创商运 它的价值不具备辨识度 因此叫做 不得在涉钱扣除 但如果是挖购商运呢 外购商运的支出 它存在着代价 所以这个叫做 准于在涉钱扣除 但什么时间能扣除 企业整体转让 或者清算的时候 再扣它的支出 另外是我们第三个 和这个基因活动 无关的无形资产 一项资产 但凡说的和活动没有关系 我们都叫做 不得在涉钱扣除 另外第四项 其他的 不得计算摊销费用 扣除的无形资产 这个就是一个兜底的条款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摊销方法 还是在说 按照直线法算的摊销费用 水平云扣除 那么最低这个时间呢 时间叫做 不得低于十年时间 而且 如果这个资产 是你接受投资得到的 是你受让得到的 如果说 法律中规定时间了 或者 合同中规定时间了 那就按照规定时间 算摊销 在涉钱扣除 另外是我们第三个 很重要 它是说 如果你是买的软件的话 怎么算折旧 怎么算摊销 在涉钱扣除呢 你买软件 这个软件怎么入账 它可能当做 你公司的固定资产 也可能当做 你公司的无形资产 对吧 但不管是按照 哪一种资产做处理 再算折就算摊销的时候 这个时间 是能够适当缩短的 而且最短呢 可为两年时间 什么意思呀 你这个软件 花的钱是一千万 那么在算折就算摊销的时候 能处多长时间 能直接处二 这个是可以的 好 但是要注意了 就是我们在算 当年扣的折就的时候 如果你把软件 当做固定资产处理 是从四月开始计算 如果你把软件 当做无形资产 做处理的话 是从当月开始计算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几个题目 多选题 有关无形资产的 所得税处理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无形资产的摊销 采用直线法摊销 时间不得低于 十年时间 正确 选项B 外购商誉的支出 在企业整体转让 或清算时 扣除 正确 选项C 自创商誉 不得计算摊销费用 扣除 正确 那么咱们先把这儿的ABC 选上 选项B 通过债务重组方式 取得的无形资产 以 应收债权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计税基础 这就不对了吧 应该叫做 供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它的计税基础 所以选项B 不选 选项E 作为投资的无形资产 如果是合同中规定 这个使用年限的话 那么按照约点时间 算摊销扣除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题目呢 正确的选项 我们是选择A B C E 再来看一下单选第二题 19年的1月1号 某企业 以不含税价200万元 不含什么税 不含增值税 它购买 满足无形资产确诊条件的软件一套 当月呢 投入使用 它是说 买软件了 而且这个软件呢 当做该资产的无形资产 而且 当月就投入使用 那么他问的是 19年的该软件 能在所得税前 摊销的最高上限是多少万元 我们能直接说 200去除2 结果是100 对吧 这个C选项是正确的 但这个题目可以改一改 怎么改 如果这改成固定资产 这个题目就变了 它就变成了 200除2 除12 再乘以呢 11 为什么 因为 如果它是无形资产的话 我们叫做 当月增加 当月算贪销 而如果它是固定资产 我们叫做 当月增加 次月算折旧 所以如果它是无形资产的时候 从1月开始呢 就算贪销 算到12月 这正好就是一年的时间 但如果它是固定资产 我们是从 1月的4月 2月开始计算折旧 一直算到12月 这个时间就是11个月 所以这个题目 它问的是无形资产的处理 那咱就直接选择200除2 结果就是100 好 在讲完三种资产的 所得税处理之后 咱们来做一些 一错一环的总结 我们刚刚讲到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生物资产 它们在很多地方的文字表述 都特别的像 对吧 包括 它们的计数基础呀 这个折旧贪销方法呀 这个时间都特别的像 所以在这儿呢 咱们做一个大的总结 第一个总结是说 资产的计税基础 在得到资产 不管是得到固定资产 得到无形资产 还是得到生物资产 得算它的价值 怎么计算的 通过取得方式不同 价值不一样 但不管怎么样的取得方式 都是分成两大类 第一种是有偿方式 有偿方式上 找它实际花的钱 无偿方式呢 找它的供允价值 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那么首先 如果是外购的 外购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是购买价款 加相关税费 再加其他支出 但如果是购买的 生产性生物资产 是购买价款 加相关税费 它就没有其他支出了 为什么呀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什么叫做 其他支出 它是指 归属于使该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 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你如果是一个生物资产 比如说奶牛 你买过来就能直接用 你还会说 在它身上再花钱吗 不用 所以说对我们的 生物资产来说 它本来就不存在着 其他支出 第二种方式 捐赠 投资 交换 债务重组 这个叫做无偿方式得到 它们三个的价值 都是一样的 供允价值 加相关税费 第三种 自己建造 自己开发 你不能说 生产性生物资产 我是自己建造的 它只能说是天然形成的 包括那些什么动物啊 它们都叫做天然形成的 所以说 如果是我们的 生产性生物资产 它不存在说 自己建造 也不存在说 自行开发 那么如果是 自己建造的 固定资产 它叫做 军工结算之前的支出 而如果是 我们的无形资产呢 一样 也叫做 你相关的这个支出 为它的及时基础 好 第二个一作一混 就是我们的资产的 折旧是不一样的 在咱们的前两类资产中 固定资产呀 这个生物资产呀 折旧方法都是一样 都叫做直线法 包括 无形资产也好呀 都是才说直线法 那么哪不一样呀 开始算的时间 和停止算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是 固定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它叫做 当月增加 四月算折旧 当月减少 四月停止算折旧 但如果是叫做 无形资产呢 当月增加 当月算摊销 当月减少 当月停止算摊销 好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前三种资产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